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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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怎么样 区间震荡整理 融资持续在做破跌动作 增量850亿 增量850亿中长虹 是大盘的一个工具讯号 那如果没有看到这个现象出现之前 短线仍然是一个小伏的区间震荡整理盘 但是 金融传产选股 仍然是王道 好 所以说似乎还是落在金融以及传统产业的部分了 来看到大盘最后的一个收盘 表现是如何呢 指数最后输在了 8099 小涨了43点 而在今天上冲下息的过程当中 成交量能微幅的放大 今天最后的量是来到了824亿元 好 如果说大家把这K线图打开来看 就可以发现今天很可惜啊 刚新杰特别提到的在季线的部分了 今天早盘一度是成功的站上去 很可惜就是因为开高走低的影响 所以季线最后是得而复失哦 所以现在大家还是要把投资的焦点 放在传统产业的上面嘛 以及在金融类股的部分才是选股的王道 只不过一些弱色电子类股 我们还是谈一下啦 先看2498宏达电啦 298宏达电连续两天被打跌停 今天终于没有再跌停了 只不过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这谈起来还是站在调节的一方吗 我想宏达电就像我们在昨天跟同志们讲嘛 快的话今天慢的话下礼拜一跌停一定会做打开 开始要做反弹 那你会发觉今天的贴 宏达电虽然没有跌停板 但是也是爆出比较大量 但是唯一还是收在相对低档 那我认为说针对整个宏达电这边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短线应该是就是要做个反弹 低档爆这根量出来 不论下礼拜短线有没有低点 都有机会做反弹 但是头头之后你要听清楚 未来宏达电短线反弹的强弱度 你就要看它的筹码面变化 也就是所谓融资 如果今天的这根跌顶打开 或者后续未来这下礼拜 有机会做短线反弹 如果融资是持续在低档大幅增加 反而是说我散户在减便宜 我散户在在干嘛 在抢反弹 我散户在做逢低加碼 摊平动作的话 那我认为可能宏达电的反弹幅度 就会比较有限 但是这一天的这根低档爆量 至少就告诉一件事情 未来至少5到8天 宏达电就比较不会再破断撞下去 就好像之前在整个跌亭打开的时候 我们讲的嘛 至少会有5到8天的怎么样 一个反弹 那反弹弱势叫做横盘 就是我讲如果筹码 把融资增加是在 如果筹码面是往 散户这边融资跑的话 那可能是一个弱势反弹 但是如果今天的跌亭打开爆量 或者未来在这几天下礼拜 有机会开始做短线的跌升反弹 而宏达电的融资是逆向在做减少的话 我觉得这是对宏达电会比较好的现象 代表是说 这边应该是散户整个这波 从将近300块腰斩整个股价直接腰斩到 剩下140几块情况下 融资被迫断头停损出场 那如果因为是在融资减少的话 反而可能未来这边的宏达电的反弹的幅度 会稍微大一点 但是我对它中长期的看法 一样没有改变 我觉得中长空的格局没有改变 短线要反弹 但是反弹上去 应该还是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卖点 至于该怎么卖 如果你不晓得该怎么操作的投资朋友 我们也非常欢迎你利用广告时间 密切跟我们线上服务人保持一个联络 好那讲完了这弱势电子股 那撑盘的金融类股又要如何操作呢 我想对整个金融股的看法 一样没有改变嘛 刚刚挡一个区间嘛 你会发觉 从今天的金融股 有没有做一个强势表态上攻 没有 虽然今天大部分的金融股 仍然维持一个大盘一个相对强势 可是怎么样 并没有做一个比较放量往上做攻击的动作 所以我们发觉 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大盘指数 继续再整理 但是我相信导播这边的K线图 也把金融股K线图放得很清楚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一波金融股要怎么样 两种走法 一种我短线做快速搭回 碰到月线再往上做攻击 第二种走法叫做我在高档横排 你会发觉最近的金融股指数 很清楚看出来 它在高档横排量 开始在做个急缩动作 那代表我是一个高档横排的强势整理 一旦整理到寄线这附近 任何时候你看到金融股指数 在触量往上攻击 我相信金融股就是要往上攻击的动作 那整个金融股这边 我相信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已经分析很多了 法仁持续在做买钞 融资持续在破底就在金融股 包含之前的国泰金中信金 甚至到今天你会发觉 富邦金盘中也持续创下这一波新高 关股航库的2886的兆丰金 今天也是持续在创进捷新高 其实离前波的高点25.9元只差2.5元 甚至今天除完息的2892的第一金 我认为未来应该也有机会拉上去做个填席 还原权值 直创下整个破断新高的能力 所以针对金融股的看法没有改变 震荡拉回应该仍然是针对个股找买点 金融类股是相对大盘来说走得比较强势 但是最强势的还是传统产业了 直接帮我们点出来 因为在节目当中追踪好久的生技类股 今天挡挡喷出 我想其实谈到整个生技股这边的话 导播就帮我带下我们所带来的字卡这边 我相信只要我们88金融会的中史观都很清楚 我们不是说最近这两天才在讲生技股 我们从整个4月份整个88金融会的节目 在整个3例才进来开播到目前为止 这将近4个月时间 我相信我们都一直跟同事谈到一个生技 但是我们谈到整个生技股里面 我们讲清楚这一波涨的不是新药 所以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可以帮我带一下 像3176的基亚或者4743的合一的K线 就很清楚看得出来 虽然生技股指数今天是持续创下 整个波段新高 但是你会发觉过去涨幅比较大的基亚 它就是在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中断整理 因为过去怎么样 股价真的炒过头了 真的什么涨幅过大了 一定未来要实质的基本面的利多出来 以后才有机会再激励股价再上涨 不然在4743的合一 你会发觉这一波也是拉回幅度的比较大 但是都没有再波乱大涨 我们说这一波的主流摆在哪边 我相信你只要是我们整个88金会的长期的中时观众都很清楚 我一直强调整个生技股就是应该保在怎么样 生技医财跟怎么样 医疗保健这两个大块族群 因为医疗保健跟生技医财耗财的族群 它是长年在整个生技股 就好像一些最近你看到一些传统产业的基优股一样 它是长年获利稳定的 那获利稳定本益比比较偏低的情况下 我相信只要资金一进注怎么样 从电子股测出来的资金 只要一进注到这些的股票 我相信它的涨幅都是非常大 何况生技股大家都很清楚 都很有机会是未来的明星产业 为什么有机会是未来明星产业 我相信第一个叫做政策 政府极力在扶持的 有希望政府一直觉得说 整个目前的电子股慢慢进入个维力化的时代 有没有台湾有没有下一个产业 可以慢慢的取代电子股 维持住台湾的什么 GDP经济成长率 所以在整个生技股我们讲过 来最近也是直接跟头者讲 生技股利多真的是题材不断 包含在整个过去七月份的生技展之外 回过来你会发觉 自由经济示范区 意料的大开放 台日的钥匙协议 为什么最近这几天的原料料的股票 包含神龙包含怎么样 蓄付都股价畅破 破断新高 就是怎么样 要是协议怎么样 八月份可望签署 以及为什么说一财股 一财股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一直谈的 从五月份的第三类一财股怎么样 一些生技发展条例通过之后 现在八月份又有机会怎么样 二类的一财相关租税优惠 又有机会在八月份这边 立法院临时会做个什么 三读通过的动作 而且再来多党的新贵高价股 未来在第三季末 甚至在第四季都准备做挂牌的动作 那我相信各位投资很清楚 其实在整个生技族群里面 真正高价的 真正生技股往上海边 大部分都在新贵 那如果一旦他要准备挂牌的话 是整个又有机会再掀起 整个生技股的一个比较空间 这个第一个 我们这个叫做政策利多 好那你说除了整个政策利多 为什么这边要往这边走 第二个 那整个产业 整个产业 未来真的有发展的前景吗 就是回过来 就是回过来这一张 来导播帮我们带下一张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一直跟投资讲 这是全球趋势 什么样趋势呢 65岁以上人口的 站总人口比较 这个叫做高零化社会 那我相信其实整个高零化社会 各投资 我相信这也是最近很多人 在台湾的未来的什么 产业结构问题 人灵结构问题 这不是只有我们台湾 这是全球的趋势 全球的趋势 包含欧美都一样 包含日本都一样 所以你会发觉 你如果仔细去看 美国在涨的 你说除了最近的电动科之外 持续在创整个历史波段新高的 带动整个道琼指数创新高是谁 就是生计医疗 就是在医疗这一块 日本也是一样 过去这一两年 其实涨幅很大的 除了汽车概念股之外 另外一个也叫做生计医疗这一块 那如果高零化社会 高零化社会是一个未来怎么样 一定会无法避免一个趋势的情况下 你会发觉 尤其从这二零一几年之后 未来这个角度 这个斜度 有没有看到这样 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 都是非常陡的 这个资料不是我们自己编的 这是来自于怎么样 行政院的资料 这是来自于行政院资料 好 那如果人口高零化 是个未来一定要 不可避免的 那你想嘛 如果各位投资者 年纪你比较大的时候 如何维持你的身体健康 医疗保健 对不对 那再来 如果再来怎么做 生计的什么 医财跟耗财这一块 所以你会发觉 这些股票 本益比又是比较偏低 而且长年 过去三年 过去五年 过去六年 其实他们的获利 都是很稳健的 所以我们谈到这些 相关的个股 好 我们导播帮我带一下 比如说我们谈到的 原药料这块股票 1789的神龙 来导播带一下 1789神龙的股 的K线图这边 你会发现 今天盘中看到90块了 已经创了整个波段的新高 甚至怎么样 创了挂牌的新高 1789的原药料 好 1789的神龙大涨 我们来看一下 今到今天为止 419的续付 第一季已经赚 一块多的419的续付 今天一根长红 接近涨停价 也在创了整个波段新高 甚至看到4107的邦特 今天盘中也是亮灯涨停板 也是逼近整个波段的高点 1734的信辉 我记得在前两天的节目中 我们有提到这档股票 我们甚至在每天找盘 跟三立财经台连线的时候 有讲到的信辉 有没有发觉 这段短短几天 就是这礼拜而已 可是头上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到今天礼拜五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到今天礼拜五 你看这边对外是40块左右 现在已经来到多少 现在已经来到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而已 对不对 甚至到414的剑桥 对不对 414的剑桥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一个亮灯长红 甚至亮灯涨停板的 4120的永华 已经怎么样 占上百元的整数关卡上去 以及这些股票都是波段大涨 好那谈到整个这边 生计股这边 来倒坡再回过来回到 我相信其实我们也是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一档接着一档 提供给各位投资者 一档一档的带给我们怎么样 整个88精英会的忠实观众 一档一档赚上去 当时跟你讲的生计钢铁的 对不对 有没有依财的股票 这档股票是做依财的 来整理接近尾身的时候 我们把这档股票送给投资者 4163液态 有没有在上个月 波段大涨的30几% 对波段大涨30几% 好液态大涨之后 来导播再帮我们带一下 我们在最近这一个礼拜 也是这礼拜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在这礼拜的礼拜一礼拜 我们有没有坑头之后提到 液态第二 对他主要做的 也是在一财的这一块东西 那我说如果 液态今年赚六块多 液态第二 今年可以赚六块多 我说当时的液态第二 股价只有在八十几块 液态当时在一百零几 我们推荐的时候 最后涨到一百三十几块 涨了三十几% 那我说未来液态第二 股价有没有机会上去 而且液态第二的获利也是一样 我们常讲嘛 长期的获利稳定 来导播我们再看下一张 所以我们之前讲 他还在底部区 有没有还在一个底部区 对不对 我们把这档股票也提供给各头 再看到下一张来 有没有在昨天 前天的时候 股价已经还原全值 创下整个今年波段新高 对不对 液态第二 来我们再看到今天为止 其实他盘中的高点不是在这边 已经来到九十块半 已经怎么还原全值 已经创下整个波段新高 那为什么这档股票 其实过去的这一段 有没有 百略大涨之后的百略第二 我们也曾经在这一段 带同志们赚过 九八十二块半到九十二块半 进入一个中段拉回的整理 这一段我们带你避开 你会发觉在过去这一个礼拜 我们在跟你讲的过程当中 这一个礼拜其实指数有没有大涨 没有 指数还是一个销售整理凡 如果严格讲 这礼拜周线还没有涨 但是个股表现里面的生计股 我们讲的股票 自然从波段新高 你来看信仓 他最近这六年 不包含今年 每一年的EPS 最少四块多到五块钱 有没有符合我们在讲的 常年获听的标的 未来股价一定会给他一个公道 一定会到时候慢慢的涨给你看 这个就是未来一个长期的趋势 所以如果谈到这边我知道很多投资 不晓得该怎么操作的 没关系 明天礼拜六下午在台北 我们有一场投资讲座 既贯得液态进棚之后 下一个传产料点 或者说 今天的生计股全面喷出之后 未来震荡拉回 液态大涨 信仓大涨之后 还有没有 未来再震荡拉回 可以特别锁定的生计类股 如果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我们都非常欢迎你 待会用广告的时间 密切跟我们线上服务人 保持一个联络 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谢谢 好 所以说 在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你的每一面都是极致 坚持前进的信念 汇聚惊艳魅力 拥有强任个性 无畏局限 抵达前所未见 台湾 Land of Quattro 无尽不知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台湾好险定 含多种胺基酸及 珍贵氢元素 早晚吃两粒 白粒有活力 晚上聊起来 台湾好险定里和 今晚三晚最早 全新观点不超爆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产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丁巴巴 让您轻松钱滚钱 就带三粒财经台 脂肪肝和病友 脉性B肝或吸肝的 您如果只要把脂肪肝拿掉 您可以减少发生肝癌的机会 可以降到20%以上 也就是说脂肪肝 针对肝硬化到肝癌的制造率 其实是有加成的 所以很多人肝的问题 其实是喝出来的 因为里面加了过糖 对 旁边这个 这可能是一包酱料的一个量 可是一包酱料的量 你知道我们去看了 每一包的一个剂量 大概等于两碗半的这种热量 我们怎么知道 它有谁 如果没有谁 会基因感到的保证 就从今天感到 请锁定养生我知道 周周来报道 你的每一面都是极致 坚持前进的信念 汇聚惊艳魅力 拥有强韧个性 无畏局限 抵达前所未见 Taiwan Land of Quattro 无尽不知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体验Quattro驾驭魅魅力 请下Audi全台展示中心 好欢迎回来 持续呢我们带您看到 则是因为信杰非常在行 就是技术分析了 因此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就要从技术面来看个股了 欣姐 我想谈到整个技术面这边 我们之前跟投资们讲过 不论从产业面 就是说整个面板的产业的问题出那边 所以你会发觉 就算昨天有打涨停板的时候 我们也非常清楚肯定跟投资 那个叫做反弹 而不是一个回升行情 否则大概弹上去碰到季线反压 短线一定要先卖一趟 一定有价差让你补得到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相信投资会比较关心说 为什么彩晶莫名其妙 今天又一根跌停板 创下整个波段心地下去 所以其实谈到整个彩晶这边的时候 我记得这个就是我们在 每一期里面 我在每一期里面的 理财周刊里面都会跟投资会写的 这些技术分析的经验分享的过程当中讲过 这个叫做高档的倾庭十字线 这个就是主力怎么样 拉高出货边拉边出的一个卖出讯号 我相信到甚至到前几天 彩晶不是一根跌停板跌破季线吗 他跌破这个季线就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整个中期的头部已经完成了 未来产经应该有机 应该你要在它破断大涨的条件 是很难的 那你说如果这是叫技术面 那基本面的问题在哪边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整个下半年的面板目前的报价 绝对没有上半点那么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万一如果明年 整个中国的面板的产能 如其开出的话 我相信对整个面板业的冲击 一定是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谈到整个这边 融资全部都套在这边 那我觉得说也许短线跌升反弹 目前所有中期的均线 短中期均线都已经盖头反弱化 反弹碰到均线的压力 请你做一下短线加差 我相信会比较好一点的 那如果说之前的这个 高档的倾庭十字线 这个叫做主力拉高出货的怎么样 边拉边出的一个出货讯号 这个叫做墙中透落的一个现象 这时候我们在上礼拜的 技术分析的破盘体验板也分析过 也跟同时有讲过的东西 回过来我们就谈到最近其实市场上 比较夯的是在怎么样 汽车零组件这块股票 来打播看一下下一张 这个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调人线 这一档股票是目前很夯的 F3665F帽连 那你会发觉我们讲过之后 隔天是打到跌停板 最近这几天在这边做正大过程 其实这也是一个主力 在做调节的现象 或许你说未来的电动车 未来产业前景是乐观的 但是别忘了股价涨多了 我都应该至少要做一个什么 中断整理修正乖离 修正怎么样乖离 与均线过大的乖离 以后要涨再涨 如果产业趋势是往上的 修正乖离之后 以后要涨再涨 如果产业趋势万一是未来 没有预期那么好 包含在面板 包含在低润 产业趋势没有像下半年 没有上半年预期那么好 可能未来的回档幅度就会比较大 所以谈到整个这边 你会发觉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 调人线 回过来看到上一张的彩晶这边 我要跟同志们讲 彩晶看到这边 你会发觉隔天也是跌停板 之后有没有再拉上来这边 甚至有机会再稍微创新高 但是在创新高之后 回过来这个就是高点的创新高 说真的 你今天如果看到彩晶的跌停板 回过来看这个创新高 请问各位投资朋友 回到两个多月前 你要选择站站卖方还是买方 你要选择站站卖方还是买方 我相信如果你到今天推资到 财经会跌停板跌到11块多 这边任何的拉抬 任何的拉抬 你都一定会站在卖方 好 我们说股票就是这样子经验 如果这个叫做高导的调节出货 叫做做做头 来看下一张 我认为在这边的 魏晶这几天在这边震荡的F帽连 不论有没有再创新高 可能短期间 你就要稍微小心一点了 拉高 尽得做一些调节的动作 然后等到如果未来这个看好它 就像我就讲 拉回到怎么样 一个均线的支撑机 你要碰 你再做碰 我相信会比较安全一点 这是我针对整个 这些汽车零组件或者面板 从一个技术面角度 跟投资做个分享的一个角度 好 可是看完了这些以后 那大家也都很想问 就是营建族群要怎么看呢 其实这段时间 好多人都已经忽略营建族群 我想其实这边没有错 我对整个行情的看法 我相信你只要是我们 88经营会的忠实观都很清楚 我的最近这两个月的什么 投资组合主要就保在哪边 一个叫做金融 那金融我相信很多投资说 金融股走势比较温吞比较稳健 好啊 那金融股走势比较稳健的 那比如说你喜欢什么 股性比较活泼的比较会动的 我们是有跟你谈到生计 我相信生计股的股性够活泼吧 生计股股票够强吧 而且生计又是走多头的 党党怎么样又创下整个波段新高 就好像我们这礼拜一跟礼拜二 送给各投资朋友的怎么样 信仓今天回过来看 不是要创成整个波段新高 完全做个填写的动作 礼拜一礼拜二打电话进来 索取信仓的 我相信信仓的 我相信你现在都是在赚钱的 对不对 好 那你除了说整个生计之外 另外的营建股 它的股性也是比较活泼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营建股 我们可以导播带一下2501的国舰 今天盘中亮灯涨停板 有没有再写正式收盘涨停板 回来看K线图 有没有再写下整个波段新高上来 对不对 也是再创整个波段新高上去 你会发觉也是经过一个短线的震荡之后 又创新高 2542的新复发 有没有发觉 在整个今年可以赚十几块 一个负物本的情况之下 除完全息之后 已经还原全息 完全填全息之后 再创下整个波段新高 所以谈到整个这边 包含2534的红胜 其实今天也是一根中红来做收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他这边最次在这段整理 是因为下礼拜要做个除息的动作 下礼拜这边开始进入停支 所以短线会做个震荡 但是如果就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一直强调 拥抱多头的波段标股 真的是需要耐心的 我对整个营建股 我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 如果下半年 或者明年是入涨高峰的营建股 只要股票没有大幅涨涨 完全把整个基本面反映过的一些标的 我认为 未来在震荡逢回过程当中 应该仍然是早买点 而不是早卖点 这是我整个营建股的看法 那传统族群里面 除了这个营建以及生计之外 还有吗 我想其实在这边看到 就是今天另外一个盘面比较强势 就在说话族群这边 在台塑集团大涨 甚至1434的福茂 今天跟长虹 也是完全只创整个波段新高 但是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可能比较 没有那么多可以跟多数分享 我认为说在这边来导播帮我们看一下 也是我们一个 我们家族成员里面其中一档股票 巨龙今天是直接拉到涨点板 他为什么会大涨的 其实就是切入坊间这边 有点类似之前的1476的如虹 1477的巨雅 切入以后什么多功能性的一些什么 一些的一些题材 这个我们就留着可能在下礼拜 有时间再跟同时做个比较详细的分享 回过来当然 如果你想更了解的 你也可以待会利用广告时间 打电话进来给我密切联络 或者明天下午在台北演讲会场 我们再针对整个各类股族群 跟投资者在演讲会场 时间比较多 讲得更加详细一点 好不好 好 谢谢欣姐 为我们带来这个最及时的分析 那有关于整个大盘的分析 锁定88经营会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也都会持续带您来看大盘 以及挑对股票 好吧 经营会 我们下会